这里是联合国电视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联合国在行动 阿索尔是位于黎巴嫩东部贝卡古地区的一个海拔最高的城镇 它还接纳了数万名叙利亚难民 严冬天气使原以艰难的生活更加不堪忍受 达纳苏莱曼是难民属驻黎巴嫩办事处的新闻官 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有超级百万人住在浮沉的厨房 不够配合这种气候 我们正在做的是传播木材 放置石头的垂直 以防御选择 尤其是在冬天的地方 也能帮助这种气候 难民属分发的物资将使600户家庭受益 今天达利尔领到了一个炉子 几条毯子 还有燃料和食品 她在一个月前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现在她只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 丈夫仍在叙利亚的家中 大利尔和其他两家人住在这里 十人同住一间十分狭窄的房间 他们经常集成一团 只为了取暖 正如很多被迫逃离家园的 叙利亚难民一样 达利尔希望有朝一日 能回到叙利亚 与丈夫团聚 达利尔和其他难民 祈祷最糟糕的风暴已经过去 但由于冬季尚未结束 无法保证未来发生什么 虽然阿塞尔是一个 只有三万五千人的小镇 却已向两万一千名叙利亚难民 敞开了大门 彰显出惊人的团结精神 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难民 有些寄住在别人家里 有些住在避难所 还有些住在附近的帐篷区 联合国难民署和他的合作伙伴 在继续帮助黎巴嫩 这些迫切需要帮助的难民家庭 本节目由瓦尔达 阿加瓦赫尔为联合国制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